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精品多人有声小说《傲风》 作者 风行列 我是莫林 精彩马上开始 第八百五十五集 《傲风》既然能炫化这头银月蛟龙 令他化为人形 体内肯定拥有幻神能源力 可他看起来是那样的年轻陌生 容貌又极为出众 稍有名气肯定会被传得沸沸扬扬的 然而秦界之内似乎从未听说过任何有关他的传言 金发女子一行人才会这般惊讶 这位大人 原来您是一位幻能修炼者 请宽恕金雅刚刚的无礼 既然这头银龙脚跃是大人驯化的 我们自然不会再有什么其他想法的 金发美女深深吸了一口气 面色变得严肃了许多 态度也变得恭敬起来 身后的一行人目光中原本的敌意被敬畏取代 可以看出这幻神修炼者在秦界内的地位极为崇高 他们并不怀疑傲锋所说的话 因为那头银月蛟龙正恭恭敬敬的 扶手在他身后 他看着他的目光里充满了尊敬 如果不是幻神修炼者 一名半君王级的高傲魔兽 是绝不可能认他为主的 弯腰深深地行了一礼之后 金雅又有些疑惑地问道 不过大人既然不是我们青阳十三部落的人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叶戈山脉呢 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山脚周围驻扎 却根本没看见大人你们进入 由于每年青阳城的部落联合狩猎 叶戈山脉在半个月前就被完全封锁了 营地之中由十三支部落的族长十三名君王坐镇 灵魂之力覆盖范围极广 别说是三名大领主 就算三名君王也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潜出来 所以他们才会把奥峰三人当成了某个部落的对手 你没有看到我们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不是从外面进来 而是刚从山脉里出来的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走出这片山林 奥峰与生平静地继续说道 脸上的神色没有丝毫变化 心思却迅速地活络起来 展风曾说过 秦界中知脉弟子众多 有很多游走四方历险的强者 在生下子嗣后未必有登记 那些失落的修炼者 在大山中闭关个数十年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可以用这种身份混入部落内部 进入圣城 眼下不就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吗 秦氏一族虽然没落 血脉却仍旧得天独厚 基本上人人都可以成为幻师 如今秦界之中幻师不足那么多 需要高阶幻兽的肯定不少 普通训兽师的训兽方法远不如幻神诀 他这种极为稀少的拥有幻神能源力的人 必然会成为各大势力争抢的对象 比起光芒大陆对驯兽师的需求 有有过之 听金发美女精雅一行人 刚刚的话就知道 这青阳城的十三只部落 似乎只有一只部落有驯兽师 就连他们这个秦岚部落也是没有的 如果以幻神修炼者的身份成为他们的贵宾 进入一只部落内部 自然可以了解到很多这片空间的现状 比他们三人闷头乱闯要好得多 这只捕兽小队 是奥丰三人在秦界中遇到的第一批人 也算和他们有缘 现在他们的态度相当不错 如果对方欢迎 进入他们的部落倒也省事了 千计灭和阴妇之都是精明人 一听她的话便明白了她的用意 也双双点了点头 神色上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果然这只捕兽小队 听到她的话以后 目光再度灼热了起来 一颗颗心脏跳得几乎出了胸腔 隔着老远都能听到那砰砰的声音 要知道 没有加入任何势力的幻神修炼者 在秦界之中 简直是如同传奇魔兽般的存在 招揽到一名幻能修炼者 部落的实力便能如同坐火箭般的提升上去 瞧瞧那马罗部落 不就是因为拥有幻能修炼者 才拽得上天不可一世吗 而如今一块天大的馅饼 突然砸到他们头上 几乎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错觉 大大人 您是说 您是一名刚闭关出山的失落修炼者吗 金雅身旁那个修为同在奥义如意级的金发年轻男子 一边瞪着眼 一边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没错 奥峰淡然点了点头 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 紧接着又欲情故纵地补充了一句 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的话 我们也该离开了 这次出来 我还想去青阳城里看看呢 可怜的捕兽小队 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对方忽悠了 立刻焦急非常心甘情愿地上了钩 大人 您想等一等 这 呃 那名实力在半君王的中年男子 一句话说到一半 却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 毕竟直接开口招揽 说不定会引起对方反感 可如果让他走掉 那前蓝部落千载难逢的机会可就没了 一时间男子僵在了原地 脸孔仗得有些发红 金发年轻男子也是一阵抓耳挠腮 语无伦次 这 那个 我们 只有金发美女金雅 倒还算得上镇定 他无语地瞪了一眼左右两个出近阳相的家伙 修成的大腿一扬 啪啪两下 把这两人踹到了人堆里 就知道给老娘添乱 还不给我滚到后面去 以后出去别说认识我 老娘的手下里 怎么会有你们这种蠢货 两个男人一脸忧伤地缩了缩头 抱怨都不敢说半句 傲锋也不禁暗暗为这女子的泼辣劲 流汗不止 他早看出来了 在这支不瘦小队里 真正有说话权的其实是他 可还是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彪悍 金雅面带微笑再次上前道 这位大人还不知道吧 由于近年来革命军的频繁活动 主城的入城需要严格盘查 没有来历明朗的背景 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除非您去圣城非语城一趟进行身份审核 否则青阳城的卫兵是不可能放您入城的 即使您是患能修炼者也一样 还有这样的事情 傲锋这次倒是真的吃了一惊 没想到秦界中的情况已经发展得这么激烈了 主城入城需要盘查 这说明秦燕已经发现到了秦穆涵的存在 开始提防针对了 那位大师兄的处境只怕没有那么惬意 不过刚入秦界就听说了革命军的一些消息 已让傲锋定下了心神 秦穆涵搞出些大动作来 他才好去寻着线索找他 若是毫无音讯 那他才要头疼了 是的大人 这件事情由直属于秦燕大人坐下 皇天部落的各方城主全权负责 那些城主大人本身就是极为强大的患能修炼者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通融 姬雅说着便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对那些大人物十分向往 不过他也明白自己的身份 念头转过便没有再提 又对傲锋呵呵笑道 其实大人又何必舍近求远 清阳城是我们十三部落的地方 里面的人几乎都是我们部落的居民 只要大人成为十三部落中的一员 那么自然可以进城了 哪怕是临时的也没什么问题 至于身份证明 我们同样可以给您弄一份出来 以备您以后在情界中行走四方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一集 这个分享 intruder 我之后不时候 关键楼后